今天要講蝦餃還是要母蝦餃 今天講蝦餃啊 又來了又來了 今天是有點嚴肅啊 很嚴肅 帶一點這個悲傷的氣息 好 今天要來探討什麼呢 什麼 有爸媽跟沒爸媽小孩是不是不一樣 哇 好尖銳 尤其是在學校國小幼稚園 到底是怎麼過的 對 因為你有很多什麼母親節啊 然後什麼活動啊 家長來參加 欸 對 對 啊你沒有爸媽怎麼辦 怎麼爸 老師怎麼看你同學怎麼看你那個心路歷程 好不好 這樣就很興奮 就是母親節要做卡片給媽媽 對 是不是很多可以聊 對 今天這個我是沒爸媽代表的 沒爸媽代表 啊這個 李肥是有爸媽 而且是幸福家庭代表 對 啊你代表的是 我是有爸媽等於沒爸媽的心 也沒那麼誇張啦 就是因為爸媽比較忙 我爸媽做生意了 對 在國外做生意 所以比較少照顧到 很少回來 但你有哥哥跟弟弟 對有兄弟 至少有手足 那這個李肥也是有弟弟 然後幸福家庭 幸福家庭 好啦我們就一一來看好 好 來 第一點最好奇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沒有爸媽媽 嗯 就是也沒有兄弟姐妹 嗯 小時候是誰陪你們玩 我自己一個很小的時候是跟哥哥玩 喔跟著哥哥跑 對 然後 跟哥哥跑 我再大一點的話 弟弟就出來了 弟弟就出來了 就變我跟弟弟玩 因為我們是工廠啊 所以全部人都在那邊 大人就在工作 就看著我們這樣 像你就是在外面做生意 對爸爸媽媽常在家裡 家庭以外 所以我們很小就接觸電動這件事情 而且跟著你哥在打 跟哥哥 對 你旁邊都是男生 弟弟都是男生 對啊打電動 然後我們就看他打電動這樣 喔 我比較幸運是我爸是長子 我們有一個叔叔 跟三個姑姑 然後那時候都還沒有嫁 哇 所以都還在家裡 還在家裡 所以有姑姑叔叔 然後阿公阿嬤陪我玩 可是都是大人陪你玩欸 都是大人 然後我們家也是開國術館 我小時候國小也是在國術館裡面 所以就是也是有很多朋友 會來泡茶開槓 還是客人什麼的 所以我小時候都是跟大人玩 第二點我想問 那像你這樣沒有爸媽 生活上面會不會 你是問起來有點尷尬 不是啊 雖然早就知道了 我們那個年代喔 對 然後你會把沒有爸媽 那件事情搬送檯面 我國小30年前 對 30年前 那時候單親就已經很少了 很少 我記得很少 更何況是沒有爸媽的更少 但是因為我們在比較鄉下的地方吧 就是也很難啟齒 這件事 中南部 中南部 對 對 所以有時候同學如果知道 反而會覺得 不會去拔你 反而會更照顧你 老師也會 對 對 如果提到說 欸你爸怎麼樣 我說喔在開國術館 沒有啦 沒錯啊你爸身體也是 對 對對對 然後那是你爸媽 那是你媽媽嗎 就有姑姑 姑姑有時候幫我送便當 喔對對對 因為姑姑就變成媽媽 他只有熟了之後 才知道沒有人是姑姑啦 是叔叔啦 這樣 所以剛開始就不太想讓人家知道 這樣子聽起來 被知道反而 生活比較不會有難處 還有人照顧你 對 真的會特別照顧我 但我真的太尷尬 不用特別照顧我 跟大家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嗯 像那種生活費 零用錢 我們一定是跟爸媽拿 對啊 零用錢跟阿嬤啦 阿嬤叔叔啊 咕咕啊 但我記得我沒有零用錢啊 早餐還是那種午餐 午餐費 餐費 一天五十塊 如果你沒有吃就存起來 當零用錢 這樣而已啊 那你還買那麼多漫畫 以前是一本漫畫 我國小的同學 一本六十 喔 那你就吃一天的餐費 一本六十 我每天買漫畫 你會 那的話是每天會輸喔 喔好 因為你一個月可能買一個一本就很開心啊 一本六十 各位那個年代 都你一本六十 然後有時候數據特價是五十 超平現在一本一百 我現在還在一本六十 對啊 那麼之後五六十塊就一本啊 你們也有零用錢嗎 我是沒有零用錢的 我們家 我們家也是有零用錢的 我們也是殘廢 對啊都是殘廢而已 小朋友好像不會給零用錢 應該是怕小朋友亂花 對 小朋友有錢就會做慣 這是真的 對 小朋友有錢 去都不吃早餐 然後留下還不知道幹嘛 那去打電動幹嘛 喔我想到了 因為我們家是做生意 所以你要買什麼 就直接抽屜拿 喔自己拿 這種自行是有抽屜 那我還問他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以前最常找爸媽的 就是簽聯絡簿 那你要找誰簽啊 數簽古簽簽就好啦 他老師不會覺得每天都簽不一樣嗎 不會老師就知道你沒爸媽嘛 所以其實沒有爸媽小孩 沒有大家想看中這麼誇張 所以其實我們同學不用這麼 好像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還是有主要照顧者 不管你是隔代 比如阿公阿媽代 或者是他請其他的親戚代 比如叔叔阿伯阿 一定會有主要照顧者 即便沒有的話 如果送到機構 我們社工很熟嘛 送到機構的話 機構也會有主要照顧者 會幫他處理啊 有道理 對阿對阿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 沒有爸媽小孩 好像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這麼誇張啦 回到小時候 那種畢業典禮啊 然後家長會啊 那你怎麼辦 家長會我好像就比較沒有出息 比如說那種親子做 我好像比較少去 然後畢業典禮 我記得只有國小跟幼稚園 阿嬤跟姑姑有去 喔 但是那種 那種廠也是太多人了啦 但如果真的只有一個人 會比較孤單一點 對啊 你們有沒有都 爸媽有沒有去啊 我爸完全沒有參加過 哈哈 沒有你爸真的很長 長期在海外 對海外 海外 海外真的是海外啊 啊我媽是有參加過國小的 國小 可是那 妳到國中高中 基本上國會跟他們講班是什麼事 對啊 要同學要 第二電影玩的時候 有樂子要玩 很多樂子要玩 看到爸媽還會覺得說 趕快回去啦 趕快回去啦 好啦不要拍照快點 對啊 所以其實國小跟幼稚園有差啊 有差 國高中就還好了 對 但這個幸福嘉明就 絕對是更好跟滿 對 我到大學畢業 我媽很特地開車上台中這樣 羨慕啦 好啦羨慕啦 羨慕 大家還記得第一次上學的時候嗎 那個回到30年前 妳還記得 你說幼稚園還是國小 國小 幼兒園我已經忘記了 已經失去期了 男生什麼無色以前的事情都忘記了 妳記得 就很片段 他們不是整個都記得 但是 國小期間空白欸 對對對 那第一次去幼兒園你記得 什麼情況 第一次不記得 那時候太小 幼兒園太小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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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我爸媽帶我去 一起帶妳去上學 啊妳有哭嗎 沒有 因為我們已經上過幼兒園啦 而且我們家也很忙 所以我們就很早很早就被送進去了 所以沒有離情依依的感覺 沒有欸 啊因為那時候幼稚園老師是我親戚啦 喔 對 欸你們拿出來的觀眾都這樣 你八個月 那才能說兩次啊 你八個月都來 來之交的 我那個幼兒園是我跟鄰居小朋友一起 同一個幼兒園 然後後來在一起上同一個國小 所以都有伴 都有伴 所以你爸媽都沒配 第一次上學就沒有配 沒有 你才是沒有爸媽的小孩嗎 哈哈哈哈 喔我忘記了我到大學 我爸媽都還堅持送我去宿舍 但你知道我大學跟我們家大概20分鐘會長 喔 大學 欸大學有 大學反而有 喔因為搬東西 因為台北 就有開車載我上大學 然後看一下環境 然後搬搬東西 那像妳知道我沒有爸媽上幼兒園跟國小的第一天 幼兒園我已經失去記憶了 國小的第一天 國小第一天 是姑姑 跟阿嬤嗎 我也不記得阿嬤 我忘記了 那你要捨不得嗎 我啊 哈哈哈哈 他對小時候記憶很臭 真的很模糊勒 如果真的很難過很難過的捨不得 應該會一記眼神科 但沒有 喔 應該還好 所以電視劇演的都是騙人 說什麼捨不得爸媽的 欸沒有 但如果你看喔 如果現在比如說蔡老貴還是蔡寶 我們要去上學 是 因為我們都是陪著他的 然後一直在旁邊照顧他 應該會很捨不得 所以應該是爸媽比較捨 所以他爸媽就會捨不得阿 爸媽遇到這個小朋友第一次上學 不知道怎麼處理 或者是小朋友 不想去上學那邊哭 不知道怎麼處理他的情緒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也 我也很擔心接下來要遇到 對 欸沒有錯 馬上就進入到我們宣傳的環節啦 對 下一部現在已經推出這個親子手冊 對很多爸媽就不知道 不知所措 小朋友上學 應該怎麼辦 然後我覺得當爸媽就說好我就買個書來看好了 但市面上書太多了 太多了 我要重合下手 對就是教育部現在有推出 我和我的孩子非常的貼心 而且我覺得他很貼心 是這麼把爸媽 爸媽的資本很忙欸 對沒有錯 不管是這個就是爸媽看 或者是像我一樣 隔代阿公阿媽看 或者是其他親戚照顧 鼓鼓叔叔照顧我也可以看 或者是家裡 如果你家裡就是有剛好學齡期的這個小朋友 你的這個這個長輩們也可以看 比如說咕咕啦 咕咕啊 對啊 還是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也可以看 因為可能你們學齡期我也會遇到 那你哥的小孩啊 對你哥的小孩啊 還是你是阿姨啊 你是叔叔啊 都可以看一下 都看一下 裡面他寫了很多 就是當家長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像比如我的孩子很年人怎麼辦啊 對 或是該怎麼當一個稱職的家長 裡面都寫了有教大家 馬上九月要開學家長 所以現在開始準備起來了 而且現在不管是小一的新生 或者是幼兒園的大班生 你只要入學服的身份就有送這個 開學好禮袋 你看裡面不只有手冊喔 還有送現在非常疫情期間 口罩 然後這個口罩的袋子 對 這是用送的喔 雖然他只送大班的 但其實更小的小朋友就適用了 對啊 其實也適用 我有融化的小朋友 就是生過年紀的 然後就拿不到 那不是小班中班 還是有的是到二年級突然分離焦慮 怎麼辦 沒有關係喔 現在數位時代喔 只要上網你Google查一下 電子版裡面的內容在網路上通通都有 對你可以搜尋 我和我的孩子 應該都找得到 或者是你就是想要上網買 或是要買實體書 也都買得到好不好 很多通路都有在賣 而且他有很多版本喔 幼兒篇 幼兒篇 然後他另外還有三本 第一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一中高年級會遇到問題都幫你處理掉 很多都包含在裡面 很多啦 比如說什麼 小朋友看3C看太多怎麼辦 還有一些高年級都會遇到的 我的小朋友情鬥出開了 怎麼變愛啦 這是高年級 高年級要了 現在很多第一年級就 就已經情鬥出開了 第一年級太早了吧 小朋友很早熟喔 這些都可以在網路上 其實要網路看都看得到 那如果你想買的話 Google一下也都買得到 而且價格也都不貴 對啊對啊 很棒 很划算的 很划算啦 市面上書很多 你不知道怎麼選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教育部推出的這個親子手冊 好不好 太棒了 我也可以好好看一下 沒錯 可以好好看 不要以為你這個 你不生俠就不用看了 對 你會有接觸到很多小孩子 對啊 桃櫃波納是你很常照顧啊 很常接觸啊 不要給我壓力好不好 怪小屁也不知道更什麼 我們跟小朋友相處啊 這你應該看 幼兒篇看一下啦 好不好 有沒有 他這應該看 我的孩子沒耐心怎麼辦 怎麼辦 對不對 如何培養孩子的禮貌 哦 對 這很需要看 會去看啦 好不好 謝謝 我們一年讀完 下禮拜來考試 好 然後就讓你們當一日保母 蛤 這是你是想當一日 他們當一日保母 對啊 我們來測試一下 你有沒有認真看啊 我是怕看我會不會去 不會不會 好 我們期待喔 整個報名跟大老婆 看完這些手冊之後 可以當一日保母的狀況啊 到底是 爆病崩潰還是差 這個崩潰呢 下集分享